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爱尔兰边境问题得不到解决 对爱尔兰担保协议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 在担保协议下 北爱尔兰仍将属于欧盟关税同盟内 英国大陆将与欧盟建立一个单独的关税同盟 建立一个单独的关税地区 此外 北爱尔兰将继续留在欧盟的单一商品市场 北爱尔兰和大不列电地区之间必须进行监管检查 首相特雷沙煤遭到藐视国会指责 导致英镑行情周二出现大幅下跌 价格已度跌破8月12日低点1.26583 昨日英镑短暂出现大幅反弹 但最终其回吐日内基本全部涨幅 日线级别再次收出上影线较长的十字星K线 技术面来看 因英国留欧预期回升 导致的反弹最终无过而终 英镑周线日线情况并未出现任何好转 利空不确定性仍牢牢把握市场走势 12月11日 英国议会将会对脱欧草案进行投票 近期英镑行情在短周期级别中表现为规律性宽幅震荡 多空双方似乎暂时达到均衡 呈现互不相让的局面 但实质上从近期高点低点及均线分布情况可以发现 长周期承压的局面下 短线多头也在震荡过程中逐渐变得谨慎 多次大幅拉升的行情 均在未回升至前期高点的情况下 既被空头疯狂反扑 英国当前留欧或进行二次公投的可能性仍较为描效 激进多头导演的反扑明显厚力不足 本周处于美联储官员威廉姆斯鹰派讲话 美国即将公布非农数据及12月加息计划的时间节点 若美联储顺利加息 大批避险资金流入美元的情况 会进一步削弱英镑多头的抵抗力量 英镑一小时图表中均现成空头排列 迟时无法回升至MA135及MA270日均线上方 这可能导致英镑短时间内出现快速跳水 基本面上建议交易者关注12月6日美国ADP就业人数 美国10月贸易账 美国当周出寝失业金人数 美国10月耐用品订单月率中值 12月7日美国11月计条后非农就业人口数据 美国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数据 以及12月11日英国议会投票情况 感谢收看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如有疑问可登陆ACY希望官网 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